黄兄 昨天齐国跟邻国都去找我了 我没有答应 还把他们想攻打玄国的事情挑明了 你也不担心他们找你麻烦 玄飞燃 赵梅说道 没关系 各位将军练兵已经有些时日了 我好像应该去看看了 去年就跟他们说了练兵的方法 这都一年过去了 不至于一点长进都没有吧 想去随时都可以去 离开之前去一趟吧 好 等会儿啊 你去看看弘一姐弟俩 最近天天吵着要去御王府 苏玉考虑了一下 看着玄飞燃问道 那我带他们过去住两天 好 苏玉跟玄飞燃说完事情带着弘一二人回了王府 看到二人 小宝跟小智都很高兴 四个孩子在屋子里玩到了一起 倒是苏玉去找正在边上做衣服的王锦和 小河 正月底我们就回去了 再不回去有的事情会很麻烦 好 我过几天去军营看看他们练兵的情况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打仗了 之后我要开始吩咐他们准备粮食跟药材 可以让黄奇他们做一些特效药出来 等我们回去之后 种一些外伤的药材 黄锦和考虑了一下 开口说道 用灵泉水稀释过浇灌出来的药材 药效应该会比别的药材更好 也更适合用在战场上 既然苏玉要开始备债 那药材也必须要有 等我们回去家村之后 去找罗素他们 让他们几家 今年种出来的粮食全都留起来 以防万一 好 这方面你去说比我更合适 好 既然这样 等我们回去之后 有的作坊应该开起来了 作坊 做什么用的 我们做一些方便食物 比如面条 方便面 猴腿肠 还有饼干这些 还有 我给你画几种军用杯包出来 到时候 你让人提前做出来 上战场的战士 一队人就少准备十个 里面装一些补给 这样 就算被迫分开 他们也不会饿肚子 到时候 再装一些成品药物 好 还有什么想法吗 我那个时代用的多的 都是热武器 这个时代用不太合适 不过我以前一个朋友 他就是学习武器设计的 而且 他热衷于冷冰器 我曾经看到过 他研究的弩车 投尸机这些 我还记得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能画出来 你跟皇兄说 让工部跟兵部合力做出来 不过有一点 必须要保密 不能把消息泄露出去 嗯 好 你怎么在这里 祖老说的这是什么话 喜若是我的女儿 她就算嫁人了 就不能回娘家吗 那也得是顾家的小姐才行 祖老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顾生 你还想瞒着我们 到什么时候 这个顾希若只是一个冒牌货 王锦和才是顾家真正的嫡女 你不但不维护自己亲生女儿 还为了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养女 这样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祖老 在我心里 其若才是我的女儿 王锦和不是 你 顾生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王锦和认回来 我跟王锦和已经撕破脸了 我不要他那个女儿 他一样也不要我这个爹 你们想让我把他认回来 这不可能 你 祖老如果想让王锦和回来 你们自己去找人便是 我用过来跟我说 家族受到不明人事的攻击 我现在很忙 没空去管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那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顾生 你可知道王锦和回到顾家 会给顾家带来多少好处 那又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只要奚落这一个女儿 就算你们把人带回来了 我也不会认 顾生冷声说道 王锦和身边有苏玉在 你们以为能从苏玉手中 把人抢过来 你们可别忘了 王锦和跟苏玉早就成亲了 他们凭什么来帮顾家 听到顾生的话 几个祖老父亲离开 去就去 他们还能找不到 玉王府在什么地方不成 王妃 顾家的祖老来了 说要见你 他们人在哪 就在门口 王妃是否要见见人 让他们进来吧 还有 去把王爷爷叫过来 是 小鹤 你怎么想着见顾家的人呢 我就是想看看 顾家的祖老来找我 会说什么样的话 很快 顾家的祖老就被带过来了 参见王爷王妃 你们来找我干什么 我们是来请王妃回顾家的 王妃才是真正的顾家人 就应该回归顾家 相公 他们正是在命令我 苏玉配合地说道 也可能是想给你个下马威 让你日后都不会忤逆他们的意思 这人的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只可惜用错了地方 谁说不是呢 王妃 你不用管她 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非常不招人喜欢 你们如果是来跟我说 要回顾家的这种话 那就不用跟我开口了 这顾家我是不会回去的 王妃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顾家的血脉 顾家的血脉 不该流落在外 请您跟我们回去吧 你就是顾家的人 既然是顾家的人 为顾家做事 那都是应该的 我还是选过人呢 也没见皇兄要让我做什么 一个已经落败的家族罢了 谁敢这样命令我 元宝 刚才对王妃出言不逊的人 拖下去 打二十板子 豫王是想滥用私刑吗 这不叫滥用私刑 不过是小城大界罢了 一个世家的族人罢了 也敢这样对本王的王妃 大呼小叫 本王都没有用命令的语气 跟王妃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敢命令 王爷手下留情 王妃 敢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 请你饶过顾情 不行 王妃 王妃 我不管你们在顾家的时候 态度有多嚣张 但你们 要在我面前嚣张 就不行 顾家想让我回去 想让我感恩戴德 你们配吗 你这是想做一个被祖妄宗的人 顾家门槛太高 本王妃高攀不上 当然 你也可以去告我 被祖妄宗 看看最后 成为笑柄的会是谁 你 你们这群人的狼子野心 昭然若见 大家都是千年狐狸精 你给我唱什么了斋 我们走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王妃和靠在椅子上 眼睛微 我之前问过娘 顾家 他还想不想要 娘说 现在的顾家 如同掉进毛口里的金子 剪了些恶心 不剪 又觉得很可惜 他说 我们想要 就拿到手里 想必爷爷不会怪他 这样挺好的 现在的顾家 确实不如当年 不过 我跟你说一个有趣的事情 好 顾兮若 想当顾家家主 他现在的能力 跟身份 顾家这群祖老 是不会答应的 更何况 顾家还有一个顾雁琪 有他在 顾兮若 想当顾家家主 不可能 确实如此 不过顾兮若 一旦有了当顾家家主的想法 他就不会这样轻易算了 不用说 顾兮他们 若是知道顾兮若的想法 肯定 不会就那么算了的 确实 顾兮若如果真的想要 整个顾家 只有一个办法 你说顾兮若 真的会那么做吗 会 这顾兮若野心 还真大 很正常 习惯了这样高高在上 如果让他的那些世家朋友知道 他只是一个 不知道爹娘的野种 顾家的养女 即便顾兮他们对他很好 也无法改变 他会被人孤立的结局 小和 你叫我们过来 是不是有事要跟我们说 几位叔叔 我希望 你们今年的粮食收成之后 全都给我们留着 我们几个的粮食 全部都给你留着 嗯 明年可能会打仗 这些粮食 是给商战产的僵士吃的 这个消息是真的 千真万劝 罗老板他们商量了一下 开口说道 小和 我们给你们留一大半的粮食吧 我们自己手里留一点 防止战乱的时候 有人哄抬粮价 老罗说的对 今年我们种的都是你这边的高产粮种 我们收成的粮食可不少 就算是打仗 我们手中的一半粮食 也够将士吃个几年的 我们留着一点这样更好 好 到时候 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 那可不行 我们半价给你 只要能让我们收支持平就可以 我们不会打仗 能帮的事情也不多 所以啊 我想着 等粮食收上来之后 我们半价 把粮食给你们 这也是我们 唯一能为玄国做的事情了 苏玉 你看着 没事 到时候 我会跟黄兄说的 这样也可 王锦和顿时就放心了 倒是宋老板开口了 粮草我们这边有了 药材呢 战争意味着伤亡 我们不光是准备粮食 我们还得把药材也一起准备了 药材你们不用担心 苏玉手中有药材铺子 他准备药材 比我们更容易一些 既然王妃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彻底放心了 几人在书房谈了很长时间 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去 粮食的事情说好了 王锦和准备去找黄旗一趟 你去找黄旗干什么 难瞧他们 不是已经把商药的名单写出来了 我想着得把种子给买回来 之后就开始种植药材了 这种事情哪用得着你去做 我把单子交给元宝 让元宝带着单子去找黄旗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这些事情不用你去帮忙 你只需要说就行了 其他的交给别人去做 你呀 就把你自己跟孩子照顾好就行了 你就是太担心我了 王锦和嘟囔着说道 以后走路慢慢走啊 不许再乱蹦了 我什么时候乱蹦了 今天早上 你呀 别总是让我担心 看着你大着肚子跑蹦的 我这心就揪着 他们害怕得不行 王锦和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相公你就放心吧 你要相信我这一次 我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 元宝当天晚上 就拿着药材单子去找黄旗 看着药材单子上的药材 黄旗皱着眉头 少爷怎么了 怎么想着要存那么多商药 是不是要打仗了 确实如此 齐国那边开始频繁练兵 除此之外还加重了百姓的赋税 小赫 怎么了 哪不舒服 我 我好像要生了 我去叫稳婆跟女医过来 苏宇连忙穿上衣服 去叫女医跟稳婆 公子放心 夫人身体很好 虽然提前十多天生产 孩子也很健康 孩子还得一会儿才能生 让人去给夫人准备一些吃的 吃了才有力气 苏宇出去吩咐邱宇做短司的 邱宇赶紧给王锦和 做了几个红糖鸡蛋端进来 喂王锦和吃 家里一时间闹哄哄的 把小宝他们都吵醒了 爹爹 怎么了 家里好吵啊 把你们吵醒了 嗯 爹爹 是不是娘亲怎么了 娘亲要生了 哦 爹爹 娘亲要生弟弟妹妹了吗 对啊 还有一会儿 你们继续去睡觉 小宝跟小智他们都摇头 我们等娘亲 好 稳婆跟女医一直在里面 夫人 你听我的啊 让你用力再用力 好 苏宇站在门口来回走 心中无比担心 不时地朝屋里看 生了一个 还有一个 没多一会儿 苏宇又听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哭声 这才松了口气 姑爷 老大是男孩 老二是女孩 小赫怎么样了 小姐没事 精神也还不错 女医跟稳婆 正在帮小姐清理身体 等过一会儿才能回房间 苏宇松了口气 开口吩咐 站在边上的元宝 元宝 家里所有人 一人包五百万的红包 包括所有长工 是 随后 元宝拿着鞭炮 去外面放了两串 听到鞭炮声 于清风一下醒过来 苏九宁迷糊地看着他 怎么了 小河可能生了 什么 我刚才听到鞭炮声 那我们赶紧起来 去看看 夫妻二人穿好衣服出去 看到于柏林夫妻二人 也出来了 还有苏西 对啊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一家人赶紧去隔壁 元宝看到他们过来 倾咳了一声 他好像把人给吵醒了 元宝 小河是不是生了 生了一对龙凤胎 老大是哥哥 老二是妹妹 好啊 我们赶紧去看看 哥哥 弟弟妹妹好可爱呀 特别可爱 爷爷 你们来了 小宝 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在看弟弟妹妹 娘亲 我们是不是吵醒你了 小宝见王锦和醒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问 没有 娘亲自己醒的 娘亲 弟弟妹妹好可爱 我好喜欢他们 是吗 那以后小宝 帮娘亲照顾弟弟妹妹 好不好 好 我跟哥哥姐姐 一起帮娘亲照顾 他以前帮王锦和照顾过红义 现在照顾弟弟妹妹 也没什么问题 苏宇端着吃的进来 看着几个孩子 无奈的摇头 一大早就开始看 到现在还看不腻吗 还在这里围着 小宝 该出去吃饭了 好 几个孩子出去吃饭后 苏宇端着吃的 喂王锦和 我得吃多久啊 一点味道都没有 大概得吃一个月 娘说的 王锦和重重地叹了口气 任命地开始吃 好在苏宇偷偷在里面 加了灵泉水 不然他可能会吃不下去 今天村里的人都过来了 不过我没让他们进屋来看你 孩子还太小了 听岳母他们说 比小宝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小 得好好地养着 昨天夜里 白起跟曼谷 都给两个孩子看过 俩人都说孩子虽然小 但非常健康 这让他稍微地放心一些 爹娘说我们就办洗餐跟白天 满月的时候就不办了 那个时候孩子太小了 这个你们决定就可以了 我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好休息 洗餐当天 村中的妇人来了一半 都是来给孩子洗餐的 洗餐开始之后 前来的妇人都往盆里扔东西 苏珊扔的是金花生 其他要么是铜板 要么是银子 至于苏九宁扔的是一块玉 稳婆看到他们的举动 越看越开心 这些东西可都是他能拿走的 他这是发财了 孩子出生之后 王锦和本来以为 已经做好了熬夜带孩子的准备 结果他家这两个小家伙 晚上根本不哭 只需要喂两次 他们就能睡到天亮 苏玉原本是打算请奶娘的 不过最后被王锦和阻止了 孩子吃母乳五六个月之后 就可以增加一些腐食 不用一直吃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多一个奶娘 我们要帮着皇兄 一起守着玄广 不要让人欺负了 好 等这次打仗 我会随军去战场 一定要去吗 嗯 齐鸣必须死在我手里 小赫你放心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王锦和看着苏玉这样 心中知道 他这是下定决心了 两世的恩怨 也确实该好好地解决一下 好 我支持你 但是你要记住 我跟孩子 都在家等你回来 我会的 我会把南桥他们都带上 你可以放心 再说了 你相公也不是那种 随便谁都能欺负的人 苏玉既然要去战场 该准备的东西 王锦和都会给他准备好 还有 生药 他要拿出一部分 只用灵泉水浇灌 王锦和想好就做 他专门在屋后 找了一块能种植的地方 把黄芪找来的种子 分别种下去 种下去之后 就浇了一次水 然后那些种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发芽长大 苏玉看着 眨眼间就长大的药材 眼中都是无奈 小和 你这样会被人怀疑的 我就说 我早就准备好的 小和 这战争还早呢 不用那么着急 不管战争是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准备好 防止奇国那边 突然发难 人家要打仗 又不会跟你数三二一 开始之后才动手 好 我都听你的 到时候你种的这些药材 我一定全部都带上 这还差不多 我去作坊那边看看 少爷 顾家出事了 怎么回事 少爷 这是万峰他们送来的信 你先看看 苏玉接过信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 眉头微微地皱着 顾熙若果然动手了 现在已经死了三个祖老了 等祖老全都死了之后 顾熙若的目的 恐怕是顾生夫妻 以及顾艳妻 顾生是什么反应 没有反应 苏玉指尖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眼睛微眯 顾生没有反应的话 他到底知道这件事 还是不知道 少爷 元宝 你说祖老的事情 顾生有没有参与其中 少爷 你的意思是 没事 我只是好奇顾熙若 能一连要了三个祖老的命 光靠他自己 是做不到的 除非有人在帮他 而这个人 只能是顾生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顾生也想让顾熙若 当这个家主 如果这样的话 顾艳琪怎么办 他才是顾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所以之后倒霉的会是顾颜其 让万丰他们看着顾熙若 如果要对顾颜其动手的话 那就随手救救他 让他们兄妹二人动手吧 我叫陆凌峰 我是来找苏玉的 你稍等一下 我进去跟少爷说一声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想来跟你说一下顾家的事 如果你想说顾家祖老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过来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坐下说 顾熙若不但想要顾家 他还想要清家 不但如此 他还想要了清语空的命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这我也是意外知道的 现在的顾熙若已经疯了 他心中只有权势地位 清语空非但不相信 还得帮顾熙若 挣夺顾家家主的位置 而顾家的祖老 也是清语空 帮着顾熙若一起除掉的 不然光靠顾熙若 根本就做不到 没想到顾熙若 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有点意思 苏玉来了兴趣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顾熙若得到这两个家族之后 会得谁动手吗 他对小河恨之入骨 自然是想对小河动手 不过你认为他会有这个机会吗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要放任 为什么不放任 让顾熙看看 他心心念念护着的女儿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挺好的吗 都说欲网宠妻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曲传 多谢夸奖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 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说 我感觉明年年初 应该会开始战争 你们做好准备 不管怎么样 还是多谢你来跟我说这个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 自然 元宝 给陆凌峰安排个住的地方 是 苏玉去看了看女儿跟儿子 这才去对面找顾九宁 岳母 事情就是这样的 现在顾熙若 对顾家是志在必得 你看要不要插手 按照你的意见来做 只要让顾艳奇好好活着就是了 顾熙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过是因为身边有人帮她 如果只是她自己的话 她撑不了多久 手中的一切都会被别人吞并 顾熙若是有野心没错 可她的实力支撑不了她的野心 只要顾艳奇没事 顾家就不会一主 我们只需要保证这个 至于别的 都不用考虑了 顾家这些年 已经被顾生给毁了 破而后立 才是最重要的 顾艳奇还行 那我只让人保证顾艳奇没事 其他就不管了 不用管 顾家的祖老 本来就是个鸡肋 食之无味 丢之可惜 而且这些年 那些祖老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爹 你不忙了 今天怎么亲自送我们去书院呀 我亲自送你们不好 也不是 不过你跟娘现在都忙 肯定不会专门送我们去书院 肯定跟院长夫子他们 有事要商量 小智在边上说道 你们两个小鬼头 还真是被你们猜对了 我今天过来 确实有点事 真的吗 爹你能先跟我们说说吗 之后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 把小宝他们送到书院后 苏宇去见了院长 王爷今日怎么过来了 我过来跟院长 有点事情商量一下 苏宇把王锦和的想法 跟院长说了一遍 这个办法挺好的 就是人多 安全系数也会变大 没事 到时候让将士跟上就是了 既然王爷都这样说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拒绝的 就按照王爷的意思来 好 今日院长把事情跟孩子说一声 让他们跟家人说一声 到时候我们从书院直接出发 大概要去十天 收棉花的时间肯定不止十天 不过对于孩子来说十天足够了 之后我会把这件事安排下去 那我就先回去做准备了 苏宇从书院离开之后 当天中午院长让所有夫子 把这件事告诉所有孩子 小宝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了 苏宇从书院离开之后 你们知道什么是棉花 我们都没有见过呢 知道这是我娘种的 白白的用来做衣服 做被子 可舒服了 我们还自己去摘了 不过这次过来 我们应该看不到摘棉花的场景 如果你们想看 我跟我娘说 明年早点带你们去看看 还能自己动手摘 小智站在边上补充道 我们去年就自己摘过 累 但是很满足 那我们明年一定要尝试一下 苏子千 我们可就靠你们了 好 当天下午 小宝他们回去之后 一人一句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锦和 后者听完之后 意外地看着他们 你们几个小家伙 当时会给我找世子 王锦和好笑地摇摇头 娘亲 这样不好吗 不是 这样挺好的 可以让那些大少爷 体会一下 什么叫人间疾苦 娘说得对 由于要带着学生一起 在学生跟家长说了之后 王锦和他们提前带着孩子 离开谢家村 去连江镇 谢谢建主 带着我们种棉花 他们家汉地多 种了十亩地棉花 一共收了七千金 卖了五十多两银子 前来围观的百姓都羡慕了 不过也知道 他们家这是种了多 五十两银子 很多吗 很多 你家做生意 你是附加少爷 所以 你不能体会这种感觉 在县主 种出高产粮食 带着我们种棉花 这些之前 我们有的时候 连饭都吃不饱 没错 我们这些人能去书院 除了县主的书院 对我们拼命而言 学费低一些 还因为家里跟随县主 终于有了闲钱 所以我们才能跟你们 一起坐在学堂里面念书 我念书的时候 就在想 如果我能当官 我一定要跟县主一样 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县主是我们的榜样 我现在一定要在学堂 好好学 将来我能当官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我所在之地 所有的百姓 跟这些百姓一样能挣钱 能过上好日子 很多平民孩子 瞬间有了自己的想法 只有那些富家子弟 还有些迷茫 你们可以好好地想想 你们读书到底是为什么 只是单纯听爹娘的话 读书能光中要做 当官 做商人 做武将 做教书人 或者做琴师画师等等 这些都可以 商人的地位最低 县主为什么要说 做商人也可以 商人为什么地位最低 因为是农工商嘛 可我不那么认为 每个职业 是没有贵贱之分的 只要不犯法 不做商天哈里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做商人 如果没有商人 那百姓种出来的东西 谁卖 如果没有商人 光靠自己种植的话 家里的东西 能有那么齐全吗 百姓种植粮食 桑残 让大家免于饥饿 商人四处奔波 给大家 从别的地方 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没有做工的人 商人的店铺这些 还能运转下去吗 至于当官 是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 可能我的解释 跟你们理解的不一样 不过 我想告诉你们的 只有一个 在其位 谋其事 在什么样的位置 做什么样的事 只要问心无愧 不上天汉里 做什么都可以 夫子跟苏宇 都若有所思地 看着王锦和 他说的可能不够全面 但他们却不能说 王锦和说的不对 文人嫌弃商人 满身同臭 商人嫌弃文人 手不能提 肩不能挑 只会知乎者也 可这真的对吗 今天 听王锦和那么一说 他们觉得 不管失去哪一个位置的人 都会很难运转下去 多谢先生 现出一些话 让我们受益 天才往往都是寂寞的 小宝这种情况 挺正常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你也遇到过 那当然了 我当时遇到的事情 比小宝这更难让人接受呢 我的朋友 都是我不去书院之后结交的 小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朋友 这对他来说 其实就足够了 在书院 是能够结交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很少 有的人啊 一旦离开书院 想再见面 估计就没什么机会了 除非是住在一个地方的人 饶室这边 就这么大一点 可是真要说起来 其实也不算小 我们在谢家村 那些人在镇上 或者县城里 小宝没我们带着 基本不过去 私下见面的几率为零 更何况 我们日后还会去京城 这样一来 机会就更少了 苏玉的解释 让王锦和释然了 既然他都这样说了 那肯定没问题 你明天 要不要安慰安慰儿子 可以 第二天 看着小宝 拿着水果零食 跟小智他们 高高兴兴的去书院 苏玉转头看着王锦和 好像不用我安慰了 我还以为他至少 会不高兴两天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有小智在 不会有事的 王子千 我还以为你在家哭鼻子 不敢来呢 小宝看了对方一眼 没说话 拿着零食水果 分给班里的同学去 这是我娘做的 你们都尝尝 王子千 你们家的零食也太好吃了 什么时候四季能卖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等我今天回家问问我娘 到时候能不能多一个作访出来 哥哥 你说娘亲会同意吗 应该会 按照娘的想法 能赚钱干嘛不做 你说的对 那我们想要这个薯片 还有你之前 分给我们吃的奶糖跟水果糖 好 王子千 我再跟你说话 哦 我听到了 然后呢 他们不过是因为 你是县主的儿子 才这样巴结你 你没了这身份 谁还稀罕你 有个跟他认识的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开口说道 侯士杰 被夫子捧出来的人是你 不是王子千 你胡说 我胡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夫子经常跟你说考题吗 如果不是这样 你能当上书院的定一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都是被夫子夸赞读书的好苗子 可我们根本比不上王子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王子千不用认真学习 他也能学会夫子讲的所有内容 我们花一个时辰 他只要一炷香 甚至够少的时间 你以为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有 我爹就是 我爹十岁考童生 十二岁考秀才 十四岁考举人 都是第一名 十岁考了童生之后 没有继续考秀才的原因是 我爹跑去做生意了 不管童生 秀才 还是举人 我爹都是最小的第一名 到现在都还没人打破 小宝一脸自豪的说 从三岁开始 我爹就教我跟哥哥念书了 现在你们学的这些 我前年就学了 而且 我和哥哥 跟你们的上课内容 根本不一样 考试跟你们一样 不过是父子担心 太打击人 才让我们跟你们考一样的 王子欣 你爹爹也太厉害了 没错 可是你爹爹怎么不当官 因为我爹爹他不喜欢当官 他喜欢金子 也喜欢正金子 我也喜欢 小宝双眼发亮的说道 我将来要打破 我爹爹的三连贯 我还要比我爹爹 挣更多的银子 小宝 你真要这样做 太医会弃病的 你跟弟弟当官 我帮你们挣钱 我才不要当官 待在当官的地方 哪都不能去 小宝一脸嫌弃的说道 那以后我就靠弟弟养了 好啊 没问题 夫子进来就听到 小宝说这样的话 有些无奈的开口 小宝 你说这话的时候 能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吗 爹说我高兴就行 至于别的 不用考虑 夫子脸上的表情 有些僵硬 小宝 你真要很招惹恨 你知道吗 他们应该打不过我 夫子差点被小宝给弃晕了 可小宝说的又是实话 他这习武的天赋 跟苏玉有的一拼 他简直就是缩小版的苏玉 小宝转头看着侯世杰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以后你也不要来找我 否则我揍你 小宝 你当着五面威胁人的时候 是不是该通知我一声 哦 好 我下次一定通知你 夫子决定之后 回去跟苏玉说一下小宝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把小宝这性格给掰过来 让他不要那么像苏玉 王子谦 这一次输给你我认了 但是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哦 你连我哥哥都比不过 夫子真担心这侯世杰被打击得太惨 然而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侯世杰虽然被打击得不轻 不过对他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读书认真刻苦了许多 爹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京城啊 你不是更喜欢这边吗 怎么想回京城啊 我们班之前那个学生 天天来找我鄙视 我都快烦死了 苏玉没想到既然是因为这个 顿时有些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爹 你笑什么呀 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这算不算是不打不相识啊 谁跟他不打不相识了 我可不认识这个人 爹 如果再让侯世杰来找小宝麻烦 他可能会按捺不住 把人狠狠地揍一顿 很讨厌他 嗯 如果我在空闲的时候 想找我鄙视切磋都行 可这人根本就不分场合 不管我在做什么 他想跟我鄙视 我就得答应 不然就把我的东西拿走 嗯 既然这样 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去书院了 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回京城 好 还是爹最好了 小宝满足地拉着小智离开 等人离开后 苏宇才把元旭他们叫来 到底怎么回事 元旭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都跟苏宇说了一遍 我感觉那个侯世杰 只是不想出给少爷才那么做 他永远都赢不了小宝 明天你去跟院长说一声 四个孩子都不去了 是 第二天侯世杰兴冲冲去找小宝的时候 竟然没在教室里找到人 王子欣呢 我来找他鄙视 在明年三月之前 他都不会来了 什么 他这是在躲着我吧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人家一家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去京城 之前他就跟我们说了 最迟下个月就离开 他为什么去京城 他爹是京城的人 家族也在京城 回去有什么不对吗 再说了 你难道还没发现 他很讨厌你吗 我只是找他切磋 有什么不对的 其他人见他这样 也不想跟他多说 也难怪小宝那么讨厌他 这都是他活该 不去书院之后 小宝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睡觉了 王锦和知道小宝不去书院的原因之后 有些无奈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现在虽然不去书院 不过 等我们回来之后还是要去 小宝 你有什么打算 到时候 再敢来烦我 我就揍他 好 你高兴就行 只要小宝高兴就可以 按照小宝现在的实力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本来以为还要半个月之后 才离开谢家村回京城 然而三天之后 一封信打乱了 苏玉他们所有的计划 怎么了 齐国已经动手了 不过现在是小规模的动手 而且前几天 齐国刚下了一场大暴雪 很多百姓的房子都垮了 而且没钱没粮 齐国今年跟明年的日子不好过了 他们难道就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对 他们不管自己的百姓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秘密让人运送粮草跟药材去边关了 安排好之后 我们就回京城 好 苏玉跟王锦和说完这些事之后 把手中得到的消息送给玄飞燃 让她做好准备 之后的几天 不管是王锦和还是苏玉 都非常的忙 苏玉叫上南桥他们 去见忘忧城过来的那些人 阿玉你可算来了 有什么事情给我做没 玩了一个月 我们都快要玩废了 是啊 玉哥 你要给我们安排点事情做 我今天过来 就是有事情要交代给你们去做 玉哥你说 我们一定帮你把事情做好 苏玉把腰间的玉佩接下来 递给边上的罗吼 罗吼 你带着人跟其他人一起 把粮食运送到边关去 所有一起吗 先送十万斤过去 后续的再送过去 年前边关的粮食要不少于一百万斤 还有药材 各种药材全部都要齐全 嗯 好 等等 这是要打仗了吗 嗯 齐国那边已经派兵了 现在还只是小规模的摩擦和试探 我感觉在年后 他们会发起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必须在年前 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玉哥哥 我能做什么 南桥开口问道 运送粮食跟药草的事情 交给罗吼跟洛燕 带着其他人去做了 你跟白起跟着我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边关 好 那伊凡他们做什么 南桥想起 还有伊凡他们几个 伊凡他们 要把你嫂子准备好的方便食物 还有一些必备的东西送过去 这些东西 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要分批走 交给伊凡他们更合适一些 南桥若有所思的点头 罗吼 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到时候有陈锦年和七峰他们帮你们 我们后天就回京城 日哥哥把颜希他们也带上吗 他们太小了 会不会吃不消啊 带上 要带回去上族谱 留在这里他们也不放心 现在孩子也有六个月了 还是很好待的 好 我一定会保护好几个孩子的 伊哥你放心 对于你们 我一直都很放心 伊哥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的 原本苏玉他们要立刻赶去京城 结果快走的时候 才想起 王静宇过几天就成亲了 王锦和跟苏玉考虑之后 决定等王静宇成亲之后再离开 你哥真要好好感谢你这个妹妹 看看这屋子多好啊 我哥只撑一次亲 当然要弄得好看一点 你说的对 等你哥科考之后 又要去北方当官了 到时候你们这些孩子都走了 顾九宁有些惆怅的说道 娘亲 孙孙不离开 一直陪着娘亲 王锦和看着他这个人小鬼大的样子 好笑的摇头 这个弟弟虽然是个混世大魔王 不过他也听爹娘的话 只是有时候比较调皮罢了 小东西还知道安慰娘了 姐姐坏 哦 那之后不给你做好吃的了 头鸭也不做了 不行 不闹了 那以后爹爹跟娘亲 我们就交给孙孙了 可以吗 好 第二天是王静宇成亲的日子 秦朗他们这些都来了 他们还去帮王静宇结亲 到五十的时候 迎亲队伍终于回来了 这让顾九宁松了口气 娘快要喝到媳妇茶了 高兴吗 当然高兴了 彤彤是个好姑娘 我这嫂子确实挺好 她的家人也不错 能让哥哥放心 你都在说什么呢 大实话 不过不可否认的 她说得很对 一个不错的岳家 能让儿子轻松很多 很快王静宇夫妻拜了天地 王静宇的同窗 簇拥着她回到洞房 揭开一头的时候 边上的人对王静宇调侃地说 静宇啊 作为我们中最先成亲的人 你有什么想法 而且新娘还那么漂亮 羡慕了呀 我不羡慕 秦朗开口说道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你当然不羡慕 可我们羡慕 就是啊 文思同无语地看着他们 这一群人也太能说了 什么话都说 庆宇想洞房 现在是不可能的 走了 我们出去喝酒 说完把人拖走了 等他们出去之后 王静宇跟苏珊拿着吃的进来 嫂子 你先吃点东西 饿坏了吧 确实饿了 吃过饭 文思同跟王静和他们聊天 花竟然还能这样搭配啊 真好看 以后 嫂子也可以尝试 之后你哥考上 我就要跟他去北方任职了 那边大概 没有这些花卉给我尝试 第二天认亲的时候 王静和看着文思同 跟之前 多了一丝女人的妩媚 想着过不久 他就可能有孩子了 认亲后 苏玉一家离开了谢家村 皇上 玉王来了 快让小玉进来 王爷 皇上让你进去 苏玉走进去之后 看到武将都在 看来皇兄也开始准备了 小玉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苏九开口问道 我跟元宝快马加鞭回来 至于小和跟爷爷 带着孩子在后面 有南桥他们保护 我放心 小玉啊 你给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 我们在考虑让人过去 我去 苏玉想也不想地开口说道 小玉 齐鸣必须死在我的手里 苏玉看着玄飞燃认真地说道 好 我可以答应让你去 不过你要记住 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还有你哥也跟你去 除了阿九之外 你看看这些将军 谁合适 你也把人给带上 郑将军 林将军 还有苏将军 其他人镇守京城 好 我们过来之前 粮草和药材 我已经让人先一步送去边关 在年前 会送去五十万斤粮食 除此之外 还有五万份方便食品 用于偷袭 或者是巡逻的将士 药材没种商药 我让人准备一千斤送过去 不够还有 郑将军他们 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这大概是我们 最轻松的一次打仗了 如果不是猪牛羊不好送 我还能弄点过去 不过到时候 让边关附近的百姓凑凑 不说每天吃肉 三四天肯定得吃一次 打仗很辛苦 既然有这个条件 就让将士们吃得好点 所有人激动地看着苏玉 王爷大气 宣国没那么多预算 又不花你的钱 那感情好 我这钱还要留着有大用处 我们也要预防雪灾的问题 跟百姓说一声 提前把家里的房屋 都检修一下 防止有大暴雪的出现 到时候再弄 已经来不及了 好 之后我让人去通知 剩下的你们商量 明天告诉我 我回去休息 哪那么麻烦呢 你要是困了 就去里面睡 小和他们没回来 你回去也是一个人 苏玉考虑了一下 点头同意了 那行 苏玉清车熟路地去后面 在御书房的将军对视一眼 看来皇上对御王 真是好的不行 这种事情都能答应 苏玉到京城之后 每天都待在宫里 玄非燃做别的事之际 他就跟各位将军 商量战争的事情 同时让百姓修缮房屋的公告 也都发了出去 在苏玉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 玄非燃把人叫到御书房 小玉啊 下个月就是科举考试了 我想让你当主考官 可以 小玉 我说让你当主考官 我听到了 我当的话 能把一些纸上谈兵的人去掉 好 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等大批参加科考的学子到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你明知道文人都以你为榜样 让他们知道你是主考官 估计会紧张吧 就是要这样 如果这件事情都承受不了 他们日后还当什么管 回家得了 苏玉不客气地说道 玄非燃无奈地摇头 最终还是没管他 不过还是按照苏玉的意思 在来参加科考的人多了之后 再把这个消息说出去 以至于等王锦和他们到京城之后 听到的消息就是 今天科举的主考官是福华公子 对于福华公子当主考官的事情 没人反对 管家看着王锦和哀怨地说道 王妃你们不回来 王爷他都不着家 天天住在皇宫里 也不知道那皇宫有什么好的 这床还能有我们家里的叔父吗 那让人给他送个消息过去 他晚上就回来了 是 管家高高兴兴地去给苏玉传消息 苏玉知道王锦和他们到之后 丢下所有人走了 完全不管刚才他们还在商量的事情 小鹤在家跑不了 你是主考官 你要负责审题 今年的分成只给你一半 好 苏玉顿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挫败感 苏玉根本都不在意 他扣这一半的分红有什么用 你们赶紧出题 然后我带回去看 所有出题的人都加快了速度 苏玉等墨迹干了之后 直接全部拿走 至于之后会选中哪些题目 这个可没人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睡醒了 路上累不累 赶路哪儿也不累的 你怎么想着当主考官了 黄兄让我当的 我现在负责审题 把合适的挑选出来 明天拿去给黄兄 至于之后会考到什么题目 就看黄兄会选什么了 苏玉开口说道 等大哥他们过来之后 让他们住家里吧 不过他过来 我大概是要避嫌 哥他们应该不会在家里住 可能几个人住在一起 他们过来之后 酒楼这些大概已经满了 估计挺难找到安静 又能好好休息的房子了 苏玉摇头说道 每次考科举的时候 京城的人都很多 现在他们去找房子 都有可能找不到 更何况他们过来的时候 那就更加找不到了 那好 就让大哥他们住家里 要考试 自然是得休息好 在考试前五天 王静宇他们终于到了 这个时候再去找酒楼 基本是没戏 郑宇 我们去投奔你妹妹跟妹夫吧 我们找不到住的地方 边上的几个人 也赞同地点点头 阿素说的对啊 不休息好 我们怎么考试啊 好 那就去小河家里住 不过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去你妹妹家里住 要做什么准备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说完 拜着他们去找王锦和 跟苏玉的家 最后 因为京城太大 他们着实找不到地方 只能找京城本土的人问 大爷 请问豫王府在什么地方 前面再过去两条街 走拐对址往前走 就是了 谢谢大爷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我怎么了 郑宇 不是你怎么了 而是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你问豫王府干什么 不是你们说要找地方住吗 我们找不到我妹妹家了 不是得问吗 罗素咬牙切齿地看着王静宇 之前我们听到那个小姑娘 喊你妹父皇叔 根本没听错 那个小姑娘 竟然是一个公主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走 到豫王府门口之后 就被门房的人拦着 你们找谁 啊 我叫王静宇 是王锦和的哥哥 原来是我们王妃的哥哥 几位快里面请 罗素呆呆地看着门房 奇怪地问 我们来豫王府 你们不通报一声吗 如果是别人来了 我们肯定要通报 不过王妃的哥哥就不用了 早几天王妃就跟我们说了 如果有一个叫王静宇的人 带着几个朋友过来 就让人直接进去 不用通传 原来如此 几位少爷 我们王爷跟王妃最近都很忙 所以白天不在家 几位少爷小姐也去苏家老宅了 我先带你们去住的地方 然后派人去通知王爷跟王妃 这位小哥麻烦你了 不麻烦 带几人到偏院之后 门房的人说 几位少爷如果有什么需要 就跟下面的人说 王妃交代 几位到了之后先休息 好 等门房的人走了之后 罗素还没反应过来 静宇 你也太不厚道了 竟然不告诉我们 小和他们想低调一点 所以不想让人知道 他们是王爷王妃 那倒也是 现在你妹妹是县主 孙女的人跟她讲话 都战战兢兢的 如果知道她是王妃 那更不得了了 现在这样挺好的 阿素说得对 赶了几天路 赶紧休息吧 休息了几天 连日来赶路的疲惫 消失不见 考试那天 王妃宇等人 提前到考试的地方 到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到 不会是经常 这次考试的人也太多了 寒窗苦读那么多年 这不是正常的吗 读书那么多年 就为了这几天 这人肯定很多 边上的人看了看四周 我们去那边看看 被分到什么地方 几人一起到告示栏 去看他们的分组情况 过去之后 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看来我们这次要分开了 大家加油啊 好 好 很快就开始进场 王妃宇他们 什么都没带 进场检查的时候 也是一目了然 让人没办法作弊 王妃宇找到自己考试的地方之后 进去坐着 闭上眼睛 开始闭目养神 考试很快就开始了 考官在外面随意地走动 王妃宇并未被考官影响到 他看到考题的时候 却觉得有些意外 考试一连考了三天 王妃宇从考场出来的时候 差点跌倒了 跟着他来的小厮 连忙把人扶着 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先回去吧 阿蘇他们出来了吗 还没有 那我们先等等 王妃宇站在外面 等了一会儿 很快就看到 罗素跟秦朗他们 阿朗来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秦朗看着王妃宇他们 好奇地问道 王妃宇笑着摇头 我感觉还好 只是今天出题的考官 比较务实 似乎不太喜欢那种 滑而不实的东西 罗素皱着眉头说道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如果按照之前的那种办法 估计会很困难 王妃宇笑了笑 没有多说 不过心中 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或许知道 这次考题 这样出的原因了 皇上要挑选的是实干的人 而不是光会嘴上说说的人 看来这次他们几个的成绩 都来靠前 半个月之后才会放榜 我们这些日子去哪转转 罗素看着他们期待地问 阿朗 你那边还有住的地方呢 我们去你那边住 好 秦朗也没多问怎么回事 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 王静宇派小厮回去 跟王锦和说了一声 在放榜之前 他们都不去与王府了 防止被人陷害 科举结束之后 所有考官聚集在一起 我这里有一份考卷相当不错 我这里有两份 嗯 我这里也有 每个考官把他们觉得 不错的考卷都拿了出来 苏宇看了一眼 发现王静宇他们那群人 每个人都在里面 这让苏宇眼中带着笑意 看来他们的成绩不会差了 静宇 明天就放榜了 你感觉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 你们呢 我们也是 还真是会说大话 一群从小地方来的人 也会说这样的话 我们只是说我们的感受 难不成觉得自己考得还行 这也不能说 谁说不是 来考试的都希望自己考上 难不成你们来的目的 是为了落榜 罗素的话 让对方的脸色更加难看 你给我闭嘴 没你说话的地方 那还真是抱歉 这里是酒楼 不是你家 这家酒楼是苏宇开的 王静宇他们过来几天之后 才知道 一个家住京城 家中还不错的考生 开口说道 这话说的对啊 我也觉得考得好 难不成也不可以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 考中的人不会是你们 阿蘇 没必要跟这人多说 明天结果就出来了 俊宇说的对 秦朗也劝道 好 你们这是看不起我 罗素直接翻了个白眼 我们为什么要看得起你 你是银票还是金元宝啊 你 你 既然你们那么有自信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没这个必要 我们是来京城参加科举的 不是来跟你赌博的 你这是怕了 随便你这么说 你高兴就行 跟王静宇关系好的几个京城考生 不满地看了对方一眼 赵宏杰啊 你这样欺负人就没意思了 这跟你什么关系 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自信吗 既然这样 有什么不敢鄙视的 你 不用跟他多说 我们也不赌太多 就一万两银票吧 你们觉得如何 不如何 看来今天这茶是没法喝了 各位 我们先回去了 明日再见 王静宇说完 带着人走了 倒不是他怕了 而是觉得没有必要 赵宏杰脸色有些难看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不给他面子 来人 给我拦住他们 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人 王静宇转头看着赵宏杰 冷冷地看着他 我给你一个机会让开 那么着急走 是怕了吗 不是想赌吗 那我就跟你赌 你也不用给我省钱 一万两太少了 我们直接十万两好了 我赌 我的名次比你高 你一个小地方来的 有那么多钱吗 可别到时候输了不认账 罗素像是看白痴一样的 看了赵宏杰一眼 静宇没钱 这人到底怎么想的 回去拿钱 是 少爷 你怎么来了 夫人让我过来给你送钱 这里是二十万两 夫人让我告诉你 要赌咱们就玩大一点 十万两有什么意思 看得边上的考生 眼睛都直了 亏我还担心你吗 看来你才是深藏不漏那个 对啊 静宇 你家原来那么有钱啊 你们竟然那么低调啊 都在这里了 你的呢 我 跟他赌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这是二十万两 王静宇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静宇 如果你赢了 我们是不是见证有份 好 静宇 你真是我们的好兄弟 我们呢 都有 其中有人开口说道 诶 赌约既然已经成立 现在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 来这里当这场赌约的见证人 老朽来当这个赌约的见证人 各位觉得如何啊 竟然是老首府 对啊 老首府告老还乡之后 好长时间没来京城了 这次竟然来了 你们的考试 我参与出题了 我当这个见证人 二位没意见吧 多谢老首府 学生自然没有意见 老首府点点头 对王静宇非常满意 你呢 赌红杰下意识地转头 去看自己的哥哥 我们自然也没意见 劳烦老首府了 没事 既然如此 这钱我就先收着 明天早上再拿出来 二位可有意见 没有 王静宇跟赌红杰同时摇头 王静宇可能不太了解老首府 但赌红杰却非常了解 老首府一生清明 他走的时候 都婉拒了皇上赏赐的金银 只带走了自己的东西 这些银票到他手里 没什么不放心的 既然如此 那就都散了吧 明日再来 赌红杰跟着自己的哥哥回去 皱着眉头问 哥 你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 已经安排好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这次的考题 之前先生也跟你讲过 你应该能写对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明明是从小地方来的人 却比我更受欢迎 不要胡说八道 看他们随便拿出二十万两银票来 家里肯定也不是普通人家 你对上这样的人要小心 我知道了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从什么地方来的 叫王静宇 从福安县过来的 就是一个小地方 你不要小看任何人 而且这个地方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而且他也姓王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玉王妃的封地 在福安县 而且玉王妃也姓王 如果她是玉王妃的哥哥 那事情就有些棘手了 因为自己换了件衣服 就能赢我了 真是异想天开 静宇 这你都能忍 有什么不能忍的 以前听过比这更难听的话 那时候都忍过来了 现在又怎么会忍不了 更何况 忍自头上一把刀 只是这把刀到时候 戳在谁的身上 就不一定了 罗素眼睛一亮 顿时明白了王静宇的意思 静宇说得对 就怕有的人到时候哭鼻子 那就难看了 你说谁呢 秦朗冷眼看着赵红杰 阿素说你了 只追你说 还是他的话里提到你赵红杰三个字了 你 好了 不要跟人乘一时之快 没用 听到这话 赵红杰憋屈地闭嘴 我知道了 看来你们都很期待成绩啊 这天都还没完全亮 你们就来了 老首府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老头的身体好着呢 也想在第一时间 看看你们这群年轻人考得如何 韩伤苦读那么多年 就指望这一天高中了 老首府 你可不能偏心啊 赵红杰笑着说道 老首府不悦地看了赵红杰一眼 红杰 道歉 哥 我 道歉 道歉就不用了 老朽当官那么多年 为人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不是一句话就能污蔑的 老首府 是我管教不力 真是对不起 哥 闭嘴 他还嫌不够丢人吗 时间一大 榜单就出来了 放榜了 放榜了 赶紧看看 恭喜王静语 王举人 高中状元 静语 好像有官差过来报喜了 我听到好像说你 高中状元了 罗素有些激动地说道 好像真是啊 赵红杰兄弟也听到了 可就是这声音让他的冷汗直冒 这怎么可能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你这是在怀疑皇上的吗 赵红伟眉头微皱 刚要说什么 报喜的官差已经上来了 哪一位是王静语王举人 我就是 恭喜你 高中状元 三日后去参加电视 多谢 王静语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荷包 递给二人 他们刚离开 楼下又传来报喜的声音 这次是给秦朗的 之后是第三名 没多一会儿 人急他们都过来了 恭喜你们都中了 罗少爷 你是第六名 太好了 我们都中了 如果之后能分到一个地方去当官 那就更好了 是啊 赵红杰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之前跟他不对付的人笑着说道 看来竟与他们吻赢了呀 对了 赵红杰是第几名 洛瓣 你胡说啊 我怎么可能洛瓣 这是你们胡说 是不是 等你家的人回来你就知道了 你 说话间赵红伟的人已经回来了 少爷的考试如何了 少爷 少爷落榜了 是不是你们做的 你在胡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你是王锦和的哥哥 他可是玉王妃他丈夫 还是浮华公子 他是主好官 又是参与出题的人 肯定是他泄斗题目给你们了 是不是 你知道要跟我比试 所以让他把我的考试打到落榜的名单里 我说的没错吧 你在胡说什么 竟与他们考试前几天才到的 到的时候确实住在王府 看看 连你都说了 他们住在王府 这样一来 他们接触考题的机会就更多了 赵红杰 你闭嘴 浮华公德岂是你能诬蔑的 我告诉你 竟与同声室 秀才室 以及举人的考试 全都是第一名 还有 我爹他在朝中为官 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爹跟我说过 在考试前几天 王爷不知为何 突然住进了皇宫里 考完试之后 也是一直住在皇宫里 他要批阅考卷 没错 这件事我也知道 而且大理寺的人就在王府 目的就是为了监察王府的人 有没有偷偷传消息入宫 或者有人偷偷入宫 这都是王爷在早朝的时候提出来的 边上另外一个考生开口说道 我爹是户部侍郎 在王爷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 我爹还问我王爷为什么要那么做 当时王爷说 王妃的哥哥和几个童窗 一起过来参加科举考试 就住在家里 为了防止意外 他需要避嫌 所以这一个月 王爷大半时间多住在宫里 没有离开过 这些参加早朝的大臣们 都能给王爷作证 我爹还跟我说 日后若是当官 一定要以王爷做榜样 我爹也是那么说的 赵洪杰气得脸色发抖 你们跟他关系好 当然会说这样的话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我不相信是真的 这赵洪杰也太熟悉了 明明是他提出来的 最后既然闹成这样 未免也太难看了 谁说不是啊 竟然还说福华公子泄题 他脑子怎么想的 就是 这种人怎么能当学生 那福华公子 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偶像 他这样说 也太恶心人了 元宝 你去宫里 把静宇他们的考卷 以及赵洪杰的考卷拿过来 送到酒楼里 既然想死 我就让他死个明白 是 听人说本王做了泄题的事 本王过来看看 这都是谁说的 参见王爷 都起来吧 你不服气是吧 本王让人去拿了 静宇身边这些人的考卷 还拿了静宇的考卷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 闭嘴 王爷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们心服口服 我不服 我凭什么会落榜 你们都是参加了这次考试的人 那你们应该知道 这一次 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 全部都会落榜 皇兄跟本王要的是那种能干实事 能帮百姓做事的人 而不是那些不知民间疾苦 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人 这样的人不配 本王也可以直接告诉你们 如果日后你们追求的 还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那你们可以不用再来了 王爷 我们明白了 我们一定好好理解 赵宏伟明白 弟弟为什么会落榜了 他虽然按照考题写的 但他的野心跟自傲 在字里行间全都体现出来了 如果要找能干事实的人 弟弟确实不会被选中 很快 元宝就把几份考题拿过来 看完王进与他们的考卷之后 又看了看赵宏杰的 看完之后 所有人沉默了 我的答卷有问题吗 有问题 黄兄跟本王是想让你去做事 而不是让你去不顾一切往上爬 我 通常野心勃勃的人 都会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而你也不例外 赵宏杰 今年十九岁 四岁开始读书 弃走了三个夫子 打伤了两个夫子 十岁之后 更是肆无忌惮 十三岁 因为有一个普通家族的孩子考试赢了你 你派人打断了人家的双手 让人家不能继续做官 十五岁考中秀才 因为魁首是你的铜窗 抢了你的风头 你派人抓走了人家的妹妹 威胁人家 不要继续出现在书院 赵宏杰跟赵宏梅脸上的冷汗 不停地往下掉 王爷 本王这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证据 还需要我继续说吗 赵宏杰 即便你的答卷能高中 本王也把你打下来 你这样的人要是做了官 最后倒霉的 只能是普通老百姓 苏毅 你就是偏袒这些人 你们就是一伙的 我不服 人啊 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败了 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 还在不停给自己找借口 老不死的 你给我闭嘴 你以为你是谁 叫你生老收服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了 宏杰 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没说错 他就是个老不死的 还有苏毅 你也是个混蛋 别以为自己是王爷 就了不起了 早晚死在外面 你给我闭嘴 立即道歉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